接下来我们介绍奥肯定律 失业和产出是密切相关的 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会有关系 这个很简单 我们知道总胜量函数 劳动工具越多产量越多 产量越多我需要有更多的劳的投入 所以产量越多就业量越高 那么反过来失业率会越低 所以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 失业率和产出之间的关系 产出增长越快 那么失业率会越低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 这两者之间在定性方面 在数量方面 有没有规律可言的 对美国经济而言 失业率的变化和产量的变化之间 有一个经验关系 这个经验关系被美国的经济学家 奥肯所关注到 它总结了美国 很长一段时间 失业率的变化和产量变化之间的一个关系 总结出一个经验性的规律出来 这个经验性的规律就叫做奥肯定律 奥肯定律要反映的是 失业率的变化跟产量的变化之间的经验关系的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可以看到这个规律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这个头的纵轴是GDP的增长率 也就是每一年的GDP 相对于去年而言增长了百分之多少 是按照百分点来的 然后横轴代表的是失业率的变化 我们注意不是绝对的失业率 而是今年的失业率 当年的失业率 相对于上一年的失业率变化了多少 那这个根据美国的数据所绘制出来的三点头 很清晰地描述了产量的变化 跟失业率变化之间的定量的关系 这个定量的关系还有一个特点 例如我们关注在这个算点头里面 我们绘制一条向右下方的变化的一条线 一个负向关的线 也就是了这条线 好 这条线我们关注其中 失业率的变化为零的这条垂直的线 也就是我们关注这条 今年的失业率相对于去年而言 没有改变 变化差值为零的这条线 我们看到一个特点 会看到这样一个特点 也就是在这一点 左上方和右下方 我们归纳一下 看看能不能看出一个什么特点来 左上方我们看到的是 从纵轴上看 从纵轴上看 你会发现对美国而言 大约这个位置 大约是这个3% 好 这也就是说 大致而言 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的话 在这个3%以上的位置 失业率相对去年而言是绝对减少的 因为它处在这条垂直线的左边 相对去年而言是一个负值 失业率是绝对减少的 然后在这个垂直线的右边 垂直线的右边 我们发现增长率是处在3%以下 这就意味着 这就意味着 今年的失业率相对于去年而言 是绝对的增加的 是上升了的 比方说我们选这样两点 选这样两点 一点是我们选 这个部分的1966年 选这个地方 1966年 1966年我们看到 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6% 超过6% 当今年的产量 和去年相比增长6%的时候 今年的失业率 1966年的失业率相对于1965年而言 不管1965年的失业率是多少 1966年下降了 下降了0.7个百分点 大约0.7个百分点 目测一下 大约0.7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快的时候 失业率是会减少的 相对去年而言是减少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个点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点 这个点 我们把这个点 把这个点叫做1点的话 我们看它右下方的部分 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特点 当增长率低于3的百分点的时候 相对去年而言 失业率是增加的 比方说我们看到的2001年 看到这个部分 基本上2001年目测一下 相对于2000年而言 经济只增长了一个百分点 我们也知道 2001年是911恐怖袭击的这一年 对美国经济也是一个重创 所以它的增长率只有1% 没有像以前的3% 4% 6% 它只有一个百分点的增长 当2001年经济只增长不那么快的时候 它的失业率比较高 相对于2000年而言 失业率是上升的 我们看到的情形是 上升了将近 上升了大于0.7个百分点 失业率上升了0.7个百分点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形 这就是说 失业率的变化跟产量的变化之间有一个定量的关系 我们想想看 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定量的关系把它总结出来 我们关注这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 3%的增长率大约是在这个位置 这条线以3%为例 左上方 左上方 增长高于3%的时候 相对于去年而言 失业率是减少的 如果低于 经济增长低于3% 相对于去年而言 这个失业率的变化 是在这个0的右边 失业率相对于去年而言是增加的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规律 用公式写出来 奥肯就是把这个规律 用公式写出来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要说明的是 GDP的增长 增长率 按照百分点的增长率 等于3%减去2 乘以失业率的变化 也就是失业率和去年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公式 相对于去年而言 实际GDP的变化百分比 实际上 这个就是经济的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 变化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的关系 等于3%减去2乘以 今年的失业率 减去去年的失业率 这是两者之间的观点 我们如果用文字来描述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来想 可以这样来想 从经济关系来看 实际GDP的增长 每超过3% 一个百分点 意味着失业率 会低于去年失业率 0.5个百分点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向来说 在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看到 如果今年的失业率 相对去年而言 每上升一个百分点 那么今年的经济增长率 会在3%的基础之上 减少两个百分点 这就是奥肯定律要说明的 那么为什么是以3%为例呢 因为在奥肯所统计的 美国的那些年份里面 美国的潜在产量的增长 大约是3% 它的生长能力增长3% 那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产量经济增长 按照3%增长的话 说明全部的生长产能 都能够利用起来 经济能够按照 3%的速度增长 说明需求增长是3% 正好和产能的增长3% 两者是吻合的 两者相等 供给和需求是相等的 那么整个经济 按照潜在产能增长3% 说明经济 整个经济是均衡的 供求是均衡的 既然经济供求是均衡的 那么它的失业率 就应该处在一个 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面 这样我们会从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看到 如果当年的经济增长率 正好是3%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两者消掉了 这两者消掉了 那也就是说 这意味着相应的 失业率不再改变 这个失业率不再改变 的意思是说 亏你起来 我们可以认为 顺年的失业率 是自然失业率 今年的失业率还是自然失业率 还是维持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 比方说6% 所以失业率没有改变 这就是这个公式的含义 然后这个公式 我们在刚刚我们看到的 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个头 我们再利用那个头来解释 我们刚才看到的 奥肯定律的这个公式 我们假设 经济增长3% 意味着什么 经济增长3% 我们会发现 大约从那个规律来看 从规律来看 是在这个位置 这就意味着 失业率 相对去年而言 没有变化 那没有变化的时候 这个失业率是多少的 根据推理 如果美国经济增长潜力 是3%的话 经济增长潜力是3% 实际的增长正好是3% 说明美国总供给 总需求两者是平衡的 这就意味着实现的重复就业 实现的重复就业 如果还有失业率的话 这个失业率就是自然失业率 那也就是说 去年重复就业 今年也是重复就业 所以今年和去年相比 失业率没有改变 都是按照潜在产量增加的 这就是奥肯定律的含义 根据三点头推拉出来的这个规律 它实际就是一个经验规律 对美国而言 刚刚我们说过 如果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一个百分点 实际产出增长 会低于潜在产出增长两个百分点 那么对美国来说 美国的潜在产出增长是大于3%左右 所以我们在公式里面看到有一个百分之三的样子 写成公式 我们前面的公式把它换一下 写成这样的公式 它在Y除Y等于百分之三 减去2乘以U减去U信号 U信号代表的是自然失业率 这样我们会看到 如果失业率正好等于自然失业率的话 充分就业 写成这样意味着在公式里面看到 产量的增长率等于百分之三 等于潜在产量增长率 这就是奥肯定律要说明的 或者我们把这个公式稍微调整一下 把这个百分之三放到等式的左边 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公式 实际产出增长率减去百分之三 这个百分之三就是潜在增长率 两者的差值正好等于-2 乘以实际失业率U减去自然失业率U信号 那这个公式的文字含义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实际产量它的增长 每高于潜在产量一个百分点 也就是每高于百分之三的潜在产量一个百分点 会意味着 它意味着失业率要低于自然失业率0.5个百分点 反过来看 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 如果实际上的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一个百分点 出现了非充分就业 实际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一个百分点 会带来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 低于多少呢 是在潜在增长率的基础上降低两个百分点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公式只是奥肯定律的表现形成之一 那么还有一些经济学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述奥肯定律 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 那么这个角度不再是和去年相比 而是和今年的潜在产量相比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奥肯定律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这样一种表现形式 当年的产量和当年的潜在产量相比 和当年的潜在产量相比 高于当年的潜在产量弱感个百分点 它意味着失业率会低于自然失业率 弱感个百分点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形式 这个地方Y减去YF出业YF YF代表充分就业的产量 自然率产量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Y核或者Y星号 所以等是左边的公式 代表着实际的产量 当年实际产量高于当年潜在产量一个百分点 高于潜在产量一个百分点 每高于一个百分点 会导致会导致失业率在右边 实际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弱感个百分点 按照α来测度一个百分点 他说α大小在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暂时不知道α大小 不是等于负二 而是要根据前面的公式要重新计算的 或者反过来 从这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从右边看 实际的失业率 每高于自然失业率 优星号 每高于一个百分点 会导致产量水平 因为这是个负值 等于右边是个负值 会导致实际的产量低于YF 低于潜在产量 负α个百分点 低于它α个百分点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所表现的 所以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公式 推导出第二个公式来 两者都表示了 产出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一个定量的关系 但是它的侧头口径不一样 这两个都是奥肯定率